大家好,我是台硕健康关怀团队的营养师 因为我们的长者在吃东西时 牙齿缺牙的部分会影响到饮食 所以说,如果只剩下牙龄磨碎的功能 这里我们提供一些可以透过技巧去选择我们进食的部分 只剩下牙龄磨碎功能可以吃的食物 和风鸟鱼饭 鸟鱼使用的是无锅鱼 属于鱼肉中比较细嫩的 是很不错的软质食物的选择 黑木耳、红席菇 这种菇类的食材本身比较难煮的软烂 所以在煮之前可以将它切细切碎在做料理 会比较容易做咀嚼 白米饭可以透过在烹煮前 利用浸泡30分钟以上的时间 就可以让煮熟之后的白米饭更加的软烂 使用的材料有鲦鱼片一片 白米一杯 红萝卜20公克 黑木耳一朵 红洗菇50公克 使用的调味料有 姜片两片 日式酱油一大尺 盐少许油少许高汤一杯 第一步 将白米洗干净之后 倒入一杯高汤 浸泡大约30分钟以上 或者是前一碗 先浸泡高汤 放在冰箱中 红萝卜洗干净之后 削皮切细碎 黑木耳、红洗菇 洗干净之后 切细碎 刁鱼片洗干净之后 擦干 再刷面抹盐备用 第二步 起油锅 在油锅热之后 将刁鱼片放入 盐制鲦鱼片双面变色之后 即可先盛起 鲦鱼片盛起之后 可以用剪刀或者刀子 切成三公分乘以三公分的小块状 第三步 同一个锅 我们补一点油 炒香红萝卜 黑木耳 跟红洗菇 接下来 加入盐巴 跟日式酱油 做调味 再将泡好的高汤米饭 做混合 铺上钓鱼块之后 就可以放入电锅做焖煮 就可以放入电锅做焖煮 待电锅跳起之后 就完成了 相信大家都有比较了解 要怎么吃 要怎么吃 要怎么煮 我们长者才能吃的 叫营养 叫健康 台硕健康关怀团队 关心您的健康 来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